可云跟少偉哥 曾經做過最親密的接觸是什麼呢 親嘴 對啊 時候我現在很想 過去曬王少偉哥一巴掌 親 但有拉嗎 沒有… 碰一下… 對 就碰而已 可是跟王少偉親嘴 真的那個感覺好妙 到我現在都難以忘懷 一男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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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識大概快一年 認識到今天了 快兩年 兩年多了吧 因為他其實很快 對 少偉跟甜甜 他們兩個認識 跟我跟甜甜的那個交情 比起來不到各位數 對 我們十幾年 因為宋憲正在 好不好 你必須解釋 你跟少偉好到什麼程度 我跟你講 剛才才發生一件事情 因為他剛才才在講說 我為什麼都不把頭髮剪短 我就說因為王少偉規定 我不可以剪短髮 這種交情 長髮未君有短髮未君剪 對 然後 女的頭髮太重要了 他是零女人為 零 所以我就說你至少要 開始習慣自己是長頭髮 然後舉手頭髮 才會比較像個女生 所以他那時候要剪短 我真的是打死 就是叫他千萬不要做這件傻事 你又不是人家老公只是朋友 現在不要是狂 有老公出現 你還繼續這樣嗎 可云會為了王少偉 會為了少偉哥做什麼事情 然後導致宋先生吃醋走心 我老婆每一年 她就說要幫少偉哥慶生 然後我們都是前一天 可能11點多 蛋糕叫我準備 算了 還叫我開車當司機 然後開去少偉哥家 就是把地址傳給我 然後到了之後 那時候我們還帶著小孩 然後他就會 抱小孩給那個少偉哥看 結果就是把他們 給他抱起來 你看 你有閃嗎 有閃嗎 對 像不像這樣 寶貝 有閃嗎 寶貝 這個才是你青春的爸爸 對啊 就閃的 對 而且最後就是小孩也在 然後他們就來請我拍照 然後就蛋糕一個人 然後蛋糕一個人抱著小孩 然後我就是上去後面 他們拍照 你知道嗎 那一天青春晚 我們後來回家看照片 你才發現 好像一家人 好像一家人 對啊 完全沒有我 宋先生沒有拍照照片 在我們的每一年 我們的每一年 他都是相機背後那個人 超莫名的 對啊 我們是其外人 好像他們才是一家三 這樣不行… 對 他的生日很重要 因為他在我心裡就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我會覺得他生日 我不能夠缺席 可芸跟少偉哥 曾經做過最親密的接觸 可以嗎 然後呢 Oh my God 可怕的一體 但終究是曾經 是過去 對 曾經 來囉 1 2 3 刺激囉 一起洗 親嘴 我猜 拍照 拍照是什麼人答案 現在他寫親嘴 有時候當時 對啊 所以我現在很想過去 睡王少偉哥一巴掌 想看… 來…當時親嘴 因為以前我們就是每天都黏在一起 然後那時候其實JR也還沒結婚 然後很多我們周遭的朋友 都還沒有結婚 然後我們都會固定去KTV唱歌 然後我們就會玩國王遊戲 所以國王遊戲就會抽牌 有拉嗎 沒有…只有 碰一下… 對 就碰而已… 可是跟王少偉親嘴 真的那個感覺好妙 到我現在都難以忘懷 一難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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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現在看起來 聽起來會很曖昧 可是因為我最早 我是最早最早認識這個甜甜的人 那時候他真的在我的世界裡面 他就是一根男生 所以你認為只要是男生 你就可以親嘴囉 這個好像有傳 Party… 然後我說為什麼 我會跟他一起去男廁所 因為有一次 他要去上女廁 他女廁都滿了 我也是認真跟他講說 你不要裝了 一起來上男廁所 因為他跟我私底下講台語很粗 他說不要嫌 你騙出來 我看一眼 騙出來 他照片出來 對 然後他就覺得我 然後他就說你不要嫌 他就一直覺得我是男的 然後動著動著就要騙出來 還好是以前的事 如果是最近的事的話 我可能 我真的就衝過去了 不會 最近不會啦 沒有啊 我覺得這也是太誇張 男人的部量能不能大一點 對啊 也有可能 即使真的是再好的閨蜜 我覺得也 親嘴真的有點太好 你如果要拍照 揉揉 抱抱這樣 還可以 那如果要親的是你呢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不想說 那你幹嘛鐵舌頭 你幹嘛鐵舌頭 你幹嘛鐵舌頭 都幹什麼 可以鐵舌頭 對啊 我OK 我可能沒辦法啦 對 你知道 出去一 Cube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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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